最近综艺节目《婆婆与妈妈》一经播出就收获了满满的争议 其中陈松霖与婆婆斗法的名场面更是让部分网友代入感极强 纷纷表示太真实了 这不就是我和婆婆的战争吗 其实节目一开始张夺就曾说过 让我们把过去的一切不美好都埋葬了 刚开始众人都以为这只是一个玩笑 但随着婆婆行御真的登场 真的是隔着屏幕都感受到了难搞的气息 陈松霖也是肉眼可见的紧张 还故意放低姿态去迎合婆婆 这对婆媳之间是否有矛盾我们暂且不谈 但就目前的播出情况来看 张夺的妈妈似乎并没有很喜欢陈松霖 而这其中的原因则被营销成了 这与陈松霖结婚多年却一直没能生儿育女有关 关于这点你怎么看呢 其实陈松霖并不是不想要孩子 而是早年悲惨的经历 让她失去了做母亲的机会 她也曾一度身患抑郁 险些轻生 是张夺将她从黑暗中拽出 给了她一个幸福的家 今天呢就带大家走进早年TVB当家花旦 陈松霖的人生 陈松霖可以说是现实版的凡胜美了 一开始她并不想进娱乐圈 但在母亲的毒打下她被迫放弃了学业 走进了名利场 陈松霖原本出生在一个幸福的家庭 虽没有家财万贯 但也是一直被呵护的公主 但随着家道中落 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爱好唱歌的她被母亲带着四处奔波 参加各种比赛 只为获取奖金用来养家 14岁时 母亲带着她参加了叶倩文唱歌大赛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陈松霖不仅获得了冠军 还被唱片公司争相签约 就这样陈松霖半工半读 她进了演艺圈 随后她被香港导演高智森看中 参演了电影《鬼马校园》 一头利落干练的短发让人过目难忘 随着她名气的升高 越来越多的公司向她伸出了橄榄枝 但陈松霖却都拒绝了 她认为 可陈松霖的母亲偏偏不这样想 陈母认为出名要趁早 何况当时家里的条件不好 就等着陈松霖挣钱养家呢 为此母女俩人常常有争执 为了让陈松霖屈服 陈母不惜棍棒相笑 多次对陈松霖大打出手 有一次甚至还闹到了警察局 但当警察问陈松霖要不要告自己的父母时 陈松霖却说了 但是陈松霖的账簿并没有换来妈妈的谅解 她还是要被迫接通告演戏 面对无法调和的矛盾 陈松霖最终选择了离家出走 投奔了她的干妈 靠着半工半读考驻了香港中文大学 磕磕绊绊地完成了大学梦 期间她和黎明搭档主演的电视剧 《天涯歌女》红极一时 剧中她完美地诠释了 金嗓子歌后周旋 跌宕起伏的一生 她为该去演唱的系列主题曲 《天涯歌女》 更是荣获了1991年 香港FB歌曲专辑畅销奖 这一系列的爆红 可以说是奠定了她 TVB当家花旦的地位 但这个时候她却发现 比起演戏 自己还是更喜欢唱歌 于是她暂时放弃了演艺事业 跟公司商议出唱片事宜 却遭到了公司强烈的反对 甚至惨遭血藏 但生活还在继续 迫于生计的陈松霖懂得了变通 开始妥协 出演电视剧 同时她也获得了TVB创始人 邵逸夫的赏识 清点她为TVB大剧的女主角 与郭富城 谷天乐等众多男神合作 陈松霖罢平的时代 就此开启了 可这一切却在2005年时 戛然而止 这一年陈松霖被经纪人阿宝 早递出门 对于陈松霖而言 阿宝是她生命中 最重要的人之一 离家出走后 陈松霖一直生活在干妈家 与干妈家的两个女儿 更是成为了闺蜜 而阿宝就是干妈家的大姐 后来更是成为了陈松霖的经纪人 一路陪伴她 走向一线明星的位置 陈松霖对阿宝可以说是 毫无防备之金 所有的资产都交由她打理 就连存钱的账户 都不是自己的名字 但在2005年的某一天 网络上却突然传出了 陈松霖与其女助理 关系亲密 疑似断废 同时阿宝也单方面宣布解约 卷走她上亿身家不说 还将她扫地出门 有传言称 陈松霖离开时 只带走了内衣 其他一切都不允许带走 就这样 当红巨星瞬间沦落为 街头乞丐 那时候所努力的一切的东西 都一瞬间没有了 没有了钱 没有了住的地方 然后还有就是连吃顿饭都会很成问题 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事宜落魄的陈松霖 却在街上偶遇到了自己的亲妹妹 在妹妹的帮助下 陈松霖与原生家庭频繁接触 母女俩的矛盾也随着时间而化解了 但命运似乎总在考验她 陈松霖的父亲突然患病离世 自己又被查出了卵巢肿瘤 虽然并不危及生命 但可能会使她无法生育 可悲的是 曾经耀眼的女明星 却拿不出这几十万的手术费用 一次次的打击 让陈松霖陷入黑暗 她曾一度身患抑郁 想要自杀 没有力给自己走下去了 这个是我想象不了的 然后对我的那个打击是非常大 所以我那个病就是 那个时候是 破到我是一个地步 我是想完结我自己 可能就在06年的时候 陈松霖应该不在这个世界上 所幸的是 有人使于援手 拉了陈松霖一把 05年的某一天 陈松霖突然接到了张学友经纪人 陈书芬的电话 电话里陈书芬邀请陈松霖 参演音乐剧《雪狼狐》的女主角 这是继1997年和张学友合作后 第二次被邀请参演《雪狼狐》 但这一次 她却没有了信心 婉拒了陈书芬 随后张学友也打来电话 邀请她来参演 还称这个角色非你莫属 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很不稳定的一个状态 然后陈书芬知道我这个情况之后呢 她就跟张学友就带了我去 《雪狼狐》的这个训练 希望我是可以离开这一个地方 然后去重组我自己 首演那天身着戏服 站在舞台中央的陈松霖 用歌声诠释着人物的美丽和智慧 那一刻陈松霖仿佛又找回了自己 重新出发的陈松霖选择转战内地 在拍摄电视剧《雪味冷》的时候 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张朵 爱情来的悄无声息 是有一次去一个KTV唱歌 唱歌的时候呢 然后呢她就唱得很开心 很高兴 后来呢就在一个 坐在一个就是 因为唱歌嘛 穿这高跟鞋 就把高跟鞋脱了 然后站在这个沙发上来唱 我又说挺开朗 后来我就说 我就问呢 我说呢我们能在一起吗 2011年 两人在相恋五年后 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没有拍婚纱照 没有举办婚礼 但他们的爱情却让人羡慕 为了让陈松霖在家好好休息 张多一个人扛下了所有拼命接续 只为给陈松霖更好的生活 同时还为爱情中的小甜蜜 真的很多其中最让人动容的 莫过于孩子的问题 早年悲惨的经历使陈松霖无法生育 而每当有人问起他们为什么不要孩子时 张多却将问题拦在了自己身上 声称我是个丁克 是我不想要孩子 对他而言孩子不重要 陈松霖最重要 主要是我 我并不是 好像对教育孩子 我始终不知道该怎么教育他 因为他受的一个教育和他的一个背景 包括他周围的一些朋友呢 有一些是可以 就是丁克的 所以他就很接受这个想法 所以我们倒是还蛮配合的 最近婆婆与妈妈的播出 更是让观众看到了张多对陈松霖的维护 面对妈妈行与真的部分行为 张多总能及时表明态度 处处维护陈松霖 其实张多妈妈除了太宠妮儿子 对陈松霖有点强势外 也不是那么不讲道理 甚至还有点小可爱 另外还有点小细精的意味 和儿媳妇抢儿子那段 也是充分表明了 对儿媳陈松霖的认可 把我的位置换给松霖的位置了 因为后半生 你们俩共同生活 虽然咱们生活当中 有很多摩擦 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 但是感觉到 这么几年跟松霖在一起 我觉得 你俩是特别贴心相爱 从巅峰到陨落 再到冉冉升起 一路走来 陈松霖失去了很多 同时也得到了很多 我想她最大的收获 莫过于张多 正如她所说 张多不仅是我的爱人 更是我的恩人 兜兜转转 感恩 最后是你 那么你人生的苦 有被伴侣至于吗 希望我们都能遇到 那个他